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花看了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由Bruce Willis主演的爱情动作片 不是 是可爱的动作片 赤烟战场 影片开始了 60岁的Frank早上生物钟一样的苏醒 吃了保健药 日复一日的锻炼身体 看着一些日常信件 但突然双眼放光 原来打过去才知道 是退休金管理中心 找到自己的专员Sara 谎冒军情 说根本没有收到支票 其实只是想撩妹而已 Sara也很无聊 朝九晚五的工作 一心寻求刺激 可上班的时间就算谈业务 聊天也是不允许的 这就被上司盯上了 看来Frank在这里更加与众不同 圣诞节在当天 貌似只有自己的房屋没有布置 所幸把东西都制备好 注重了仪式感 过了两天后 支票果然再次寄过来 看来Frank读了她所有介绍的书 所以非常谈得来 现在的Sara是个老姑娘 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已经有些喜欢她了 傍晚两人在窗前读书 当然是两张床 已经熟睡的Frank 半夜突然起来 貌似感觉到了什么 屋里什么时候进来这么多人 并且持有超级的专业武器 可居然都被Frank反杀 没想到这个大爷这么厉害 分秒钟解决了众人 天呐 原来外面还有第二小队 所以马上现场制作了爆米花 当队员们听到枪声后 索性快刀斩乱麻 虽然火力很猛 可猫似不太聪明 继续被这个退休的大爷上课 然后在地下室里 驱走自己的补给 潇洒走人 这样的身手已经充分证明了 大爷肯定是刚刚退休的特工 现在出发之前 必须要去找Sara 可不是想和她私奔 因为之前他们俩的对话过于频繁 直到那些杀手 肯定会来找她的麻烦 所以Sara也是非常自愿的上车 一路上 看似聊天很愉快 Frank也清理了所有的跟踪装置 另一边 大帅在私人别墅里精心布置现场 明显不是第一次干 还伪装成了自杀 手法非常干净纯熟 出门后 坐上了CIA中情局的车 原来他也是特工 现在上次要他执行另一个任务 前中情局的退休分析员 那真是Frank的档案 分析员这么厉害吗 开了一夜的车 暂时来到了汽车旅馆 虽然被堵住了嘴巴 但依旧照顾得非常好 出门后 原来要去寻找养老院之前的亲密战友 正是我们的Morgan 想让他查一下那帮送死人的资料 旅馆这边的Sara一栋操作猛如虎 终于挣脱了束缚 这种情况必须报警 远在天上的特工大帅正在查询资料 此时突然显示Sara报警 马上知晓了目的地 原本以为警察到来自己会很安全 但危机才刚刚开始 就在被注射药物的时候 幸亏我们的Frank突然赶来 这才将其救走 此时没有退休 在职的特工已经来了 两人正面交锋 可面对了前退休的大爷 几招过后被搞得乱七八糟 首先是被骗到了小巷子里 而且还被设计 现在回到总部后想反问上司 这哪里是分析员 明明是个超级特工 现在要申请查阅他的档案 但来到了地下室 看到机密文件后才恍然大悟 首先是这个档案馆 自己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然而看到档案后全都是这档物 就知道这家伙肯定不简单 而摩根那边已经查出了 竟然是自己人CIA要行动 刚刚想要通知Frank 但已经为时已晚 另一边的Sara 也在和Frank全力查案 相对于朝九晚五的工作 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当晚拨通老友的电话 摩根时 已经知道那边率先去世 所以现在要去寻找 另一位伙伴 Marvin 让退休的大爷们 不能再拜拜送命了 流汗的人不能流泪 可那个家伙更加狡猾 所以见面的时候非常尴尬 估计是以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药剂催化剂弄得不太正常 觉得所有人都要杀自己 原来他们找到了一起多年前 在非洲执行的任务 现在活着的只有他们俩 还有一个军火商而已 其他的老人们都陆续挂了 所以自己肯定是目标 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布置任务的首脑 和剩下的那个军火商 现在必须带着小猪出发 精深紧张的Marvin 看谁都值得怀疑 无论是打电话的Sara 还有天上的飞机 甚至还吓坏了路人 但其实Marvin的紧张 并不是不无道理的 就在等待飞机加油时 机长突然被射杀 现在开补的飞机 真是特工大帅提前布置好的 其实这正是Marvin之前 在天上看到的那架 双方开始了正面交火 然后那个无辜的女路人 当然也是特工 在和Marvin来了一场 绅士的比武后 领了盒饭 现在Frank必须寻找 另外一个特工 俄罗斯联邦大使馆 因为想要得到更大的帮助 这次虽然危险 其实身为顶级特工的他们 之前都是宿敌 可在退休之后呢 早已经兵士前沿 Frank求助老友 现在要一套假身份 要潜入CIA的总部 而这次伪装成了一名将军 带着随身的物理学家 就在视网膜校验时 果然出现差错 但却被女友顺利化解 在取走当年的行动档案时 得知原来上次那个特工大帅 就在楼上工作 所以必须来打个招呼 可这一问才知道 训练大帅的老师 真是Frank的徒弟 不过也是够能打的 虽然自己没有被小弟撂倒 但一样受了重伤 当然在走之前 还是不忘下付送小礼物 就在逃来现场上车时 以为Marvin要被劫持了 其实正是我们的Morgan还没有死 这些老传奇 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挂掉的 现在为了治疗枪伤 必须去找一位特工奶奶 Vitolia 这里的人貌似警惕性都非常的高 而在得知没有恶意后 其实都是好朋友 不但帮忙挖出了子弹 还找到了当年活下来的那名军火伤 并且确认现在受到CIA的保护 所以还是想善意的去打听一下 而这边的特工大帅被修理得很惨 但真想不通 为什么中青军要去解决Frank 虽然被上司一通大骂 但回家后看到自己的孩子 依然能够释怀 现在我们的老人军团 化身鸡不提国家的政要人员 要去会一会那个军火伤 而Vitolia在外面接应 见到后果然双方友好协商 得知行动的首脑 居然是美国的副总统 与此同时 外面此时已经布下了天罗帝王 而我们的摩根 直到自己已经身患重病 决定为兄弟们掩护 让他们先走 在逃跑时 Shala又不幸被捕 所以现在 他们要执行更加宏伟的计划 就是要去绑架美国的副总统 特工在审讯Shala的时候 接到了Frank的电话 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跟踪位置 居然是从自己的家里打过来的 此时已经被气炸了 在询问下一步计划时 索性直接给出了答案 就是要绑架美国副总统 吓得大帅现在马上带着兄弟们 回家 先不管什么狗屁总统了 因为亲人更重要一些 他看到Frank留下 上次从CIA拿走的档案 其实特工大帅 还是一名非常政治的执法者 当晚来到了总统演说现场 非常的安全 没有任何意外 都是自己人 当然是Frank的自己人 可想而知 有这帮坏老头们参与 这次聚会会有多么的成功呢 先是闻到了屁味 然后堵住了第一出口 此时的总统 就像在管道里的老鼠一样 肯定会窜到他们要的袋子 好不容易才上车 在停车场等待的 却是重型机枪 话说这家伙 如果近距离开枪的话 防弹车是没戏 除非是装甲车 而这时备用车已经前来 眼看即将得到救援 又被坏老头炸飞了 特工大帅们 已经包抄到了机枪的侧面 这才知道 早已是人去楼空 发现又上当了 但其实中情局也不都是吃素的 马上折知他们的位置 双方就在交火时 韦特利亚受伤了 而面对前面的死胡同 这次肯定要挂 万万没想到 情人再次出现 获得美人芳心 外面的车子已经准备好 现在差不多该收网了 捕捉成功 但万万没想到 总统不是一般的松 所以Frank直接打电话 告诉了特工的位置 然后要求带着Shala一块前来 原来这个矮子 才是真正的主谋 双方见面后 那个军火商 马上给总统一枪 此时特工大帅全明白了 完全是CIA在操控一切 国家的政要人员 只是他们的棋子而已 最后Frank凭借特工给的钥匙 成功的反杀了他们 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了CIA去善后 Frank和Shala终于在一起 本篇杀青成功 电影上映于2010来的9月 豆瓣评分高达7.6分 影片的名称就是ID Red 当然执意过来就是红色 其实不然 它就是由Retired Sminger Dangerous的单词首字母组成 而执意过来呢就是退休后极度危险的人 那还让他退休干什么 编剧也是为了应景不脱线特地找来了大爷大娘们 Bruce Willis Morgan Freeman Helen Millen 还有John Markovich 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63岁 按照我国退休的55-60来说 这些人都没有问题 总之气质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 而说到女主角 其实Mary Louise Parker演得非常好 但谁让这部戏里有Helen呢 她应该是这个年龄中最迷人的老太太了吧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不太认同 想起来另一个女王 Mel Streep 抱一个小料 其实这个角色真是应该由她来饰演 但因为种种因素 最终未能如愿成功 可是我们可以看出 导演和编剧的路子是非常对的 关于影星Bruce Willis 这个可是继《胡胆龙威4》之后 又让我高潮的电影 帅到吊渣了 关于影片的故事整体 是翻拍了同名的漫画改编而成 那部可是超级血腥和中口味的题材 超级R的感觉 所以改编后变成了喜剧 虽然是特工电影 但我们没有阴谋阳谋 只有幽默 即使退休了 但大爷大娘们依然玩世不公 用卖萌的方法 拒绝了一切黑恶势力的蔓延 并且巧妙的把后浪拍在沙滩上 总之 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原著 让我们可乐啤酒米花 厨片准备好吧 挂花是分享只有观摩的电影 记得点击订阅哦 拜拜